字幕提供 李宗盛 書 register 大家好 我是林的彥 現在錄影時間是禮拜四 早上的10點06分 又漲170點 這禮拜台北果市已經漲了600點 已經去600點了 連漲4天 年载起四缸 很厉害 那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又大涨 礼拜二的时候开高走低 从涨300多点变成翻黑 那昨天美国股市又直接开高大涨 开半就300几点 昨天道琼一开盆这300多点 那为什么会那么强 昨天美国发布了一些利空数据 经济的利空 第一季的GDP负的4.8 这个数字很难看 那可是市场关心是什么 市场关心的是全面复工的问题 所以大家乐观期待全面的复工 那加上昨天有几家公司 发布第一季的财报 Google Google昨天发布第一季财报 9.8元 这数字很亮丽 所以Google股价昨天大涨了 8.7% 那带动的脸书 推特也都同步涨7.8% 那昨天 波音也发布财报 波音第一季就亏损掉50亿美元 可是股价本能涨6% 似乎有那种利空出金的味道 那盘后 特斯拉也发布财报 特斯拉盘后发布 昨天特斯拉是涨了4% 那盘后发布财报 财报发布之后 第一季的EPS1.2 去年同期是亏损2块钱 所以特斯拉盘后又涨9% 所以这些财报的利多 掩盖了景气的衰退 股市大涨 但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 昨天 吉利德发布了瑞德西韦 在实验上有效 在治疗上有效 那他的整份报告 我大概看了一下 对于那种刚得到武汉肺炎的 10天之内用药 用瑞德西韦的药 有65% 可以出现痊愈 那如果10天后才用的 至少有49% 可以康复痊愈 所以瑞德西韦很有可能会拿到 美国欧洲跟日本的药证 所以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瑞德西韦大涨6% 那这个让市场吃了定心丸 这个更重要 因为目前的肺炎 到处所来所去 不敢开工 就是怕没药嘛 如果有药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放心 大家就可以放心的 回到工作岗位上 所以让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 从科技股到银行股 到传统产业 全部都大了 道琼涨了532点 再创新高 纳斯达克涨了3.5% 分成报道题涨了4.9% 那这里面包含苹果的股价 昨天也顺势涨了3% 美光涨到9.9% 美光也是涨了很多的涨个股 那也带动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全部都大涨 日本涨了518点 新加坡涨了2% 大陆股市也跟着涨了1% 所以大陆之前 在前几天 偷跑 也打了美国一枪 说瑞德西伟无效 就让股价跌了一下 也让市场心都碎了 所以美国都出来讲说 你实验的人数不够 加上你用药时间太晚 你对于已经是重症 快不行的 你才用药 那个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今天先从 生计股来谈 我们先从生计股来谈 你看今天生计股 一样是盘面上的重头戏 尤其口罩股持续飙 那口罩股里面 很大 我跟大家讲过 气太多了啦 前两个月才赚0.23而已 股价炒到90块钱 炒作协议比较明显 当然有嘎到一些空单 嘎空也是他的一个原因 可是像中长那么高 我就不会再建议了 那很多人去抢康纳香 因为低价 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讲 康纳香 它主要营运的项目 纸尿布 丝纸巾 这些占了大概快90%的营运 所以口罩的比重 只占了10%而已 至于心力 很低价 大家也去抢心力 那心力本身 它不是口罩的 它不是做口罩的 所以很多人误会了 然后去买心力 所以真正口罩重点 恒大 闽城跟胜宏 那这里当然胜宏 还是价格相对比较落后 所以今天胜宏 外资持续加码 今天又开高大涨 所以口罩股 重点就在胜宏 当然闽城 融喷不支部 可是价格已经很高了 而且新贵的股票 也不方便推荐 但你们个人可以买了 那我们是锁定母公司 圣宏 圣宏这场个股 你有的话报了 那瑞德西韦 如果有效的话 那我们拉出两只股票 哪两只 第一个 中化生 中化生今天一开始涨停板了 因为中化生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他已经讲了 公司有能力 可以生产瑞德西韦 就等这个药品 是不是能够有效 那果然传出消息有效之后 中化生今天一开盘 就直接拉长停 那拉长停也不好再进去了 那除了中化生以外 还有一档也是要注意的 6452康有 那康有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算是最落后 还在低档区 那为什么说瑞德西韦 会拉出康有 因为瑞德西韦 在临床实验上面 他是用静脉注射来做治疗 那静脉注射就要靠什么 靠点滴 所以未来瑞德西韦 如果要这拿到之后 在全球大量的治疗肺炎的时候 康有是中国大陆前三大的 点滴工厂 点滴的供应商 所以这个对于 康有未来的行情 会有助长的一个效果 你知道三月份 外资卖了3500多亿的股票 那很多股票都被外资 是砍了七分八数 可是反而外资加码 康有三个分 逆次加码了1000多张 那四月份也持续加码 包含昨天继续买了160几张 所以康有今天也开始 加速了 这档个股 瑞德西韦如果有效的话 康有这档个股你要特别注意 好了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 原料药股有表现 因为印度现在还在封锁 印度是全球第二大的原料药的供应商 那目前在封锁情况之下 原料药也是处于缺货的状态 所以在防疫的部分 这期档个股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那今天旁边上电子股 持息比落啦 看个股表现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外资连买第二天 第一天买了160亿 礼拜一 昨天又买180亿 再买什么 果然是买银行股 果然是在买银行股 所以我在看外资的操作 看久之后 其实都看懂外资是在做什么东西 你要晓得啊 这次涨了2200点 之前都在涨电子股 外资卖了5000亿被干洗手 那电子股涨高之后 外资当然不可能 去帮投资人抬轿嘛 对不对 所以最近外资一直在出报告 打压电子股 11档半导底股 4档半导底股一直打压 所以希望把电子股给打下来 但到目前为止 没有很明显的打下来 可是外资开始买 他当然就不可能去买电子股嘛 所以他重点拉回来买金控股 你看 昨天 星光金买了18000张 开发金9900张 国泰金8600张 玉山金8200张 富邦金8000张 包含台契银中售 都是昨天外资买金的焦点 所以上礼拜就跟大家讲过 我就一直提醒你了 要注意金控 要注意金控 金控只有三支 中售富邦国泰 这三支 你看今天 金融股的部分 大戏就是跌颊 大涨就在这里 掌握爬马第一名 就是国泰金 国泰金已经39.6了 这大戏的股票就起了三% 大戏就金控股打起来 你看我在什么时候买 我们在这里买的 我们在36块钱时候买的 现在他起了39块钱 36到39也10% 这种1000多亿的股本 10%不简单 富邦金也不错 富邦金 第一季的财报 赚了2块2也不错 去年获利也 5.6 也是相当好的一个数字 富邦金各股也不错 也不错 2823的中售 我们买更低 我们买在16.7 16.8的 今天创新高 昨天外资也加码 这些个股都不需要再多说 应联储说两个百分钟 你们都知道 去年获利创新高 净值31.9 第一季一块钱 都写下好成绩 股价又这么低 加上开发 要全面收购中售 未来会把它并入子公司 会把它并入 直接并到 开发金控里面 所以这个未来还是会继续涨 价值太多了 所以金控 资目前补涨的焦点 这让金控跟大家讲过 起到50%以上的股票 你不要堆了 找底部的起涨股 你看这次传统产业 全部都是底部的起涨股 所以电子股当然还是有 电子股就各凭本事 那传产金融开始接棒 你看昨天从银行股到口罩 到鞋子 风钛 包含9802的预期 窗帘是哪一档 8464的翼峰 汽车 汽车股昨天 预日车涨停 包含1338的广华 也跟着涨出去 今天广华还在继续涨 高尔富球杆的6670复生应用 工具机 1590的亚德克 2049的上银 1597的直德 包含运输股 印刷 印刷生田 连刷两支停办 所以正好如同林雷彦所说的 资金挪向了底部的起涨股 挪向了底部的起涨股 所以电子股的部分 你们在做要税理 起管的就不要堆了 可以往传统产业的部分 来做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刚才跟大家谈完的防疫 的概念股跟金融股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今天电子股都各凭本事了 广华刚刚讲过 这是汽车零件 配合的汽车股 又挤出去 水了水了 没关系 你们贪50%没关系 其他像汉宇博德玛 要怀仙还不错 涨了2% 这已经涨了55%的股票 就不要再追高了 电子股的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预期还不错 预期又继续涨 预期又继续涨 这是底部的股票 我在说什么可能你们听有 听不懂我也没法 前几天已经一直跟大家讲了 电子股的部分 茂莲 特斯拉的财报 第一季赚了1块2 去年赔了2块多 所以今天一开盘 每个通知会员 茂莲赶快再买回来 先看200块钱再说 茂莲有压回也可以买 有特斯拉的加持 那利丰也是补涨股 也是补涨股 也开始在加速了 稳茂 昨天发布财报 第一季3块多 美财的受理 可是外资还没有买 昨天外资 稳茂的部分 只小买了 只小买了133张而已 不够 不够太少了 那外资降了稳茂的平等 所以稳茂这档个股 外资买的不够多 不要去堆 但有的时候 我才会带你去 那5G的股票 今天普遍都不强 因为今天市场又在传 三星第二季的手机 卖的不好 那卖的不好 供应链可能会受影响 那这里面就会影响到 双红操纵台光电 所以这些5G的概念股 不要急 单软 我才带你去 5G的个股里面 反正你要注意到是晶圆电 在5G基地台的 色评晶片测试订单部分 接很多 那加上 Skyworks PA功率放大器的部分 订单 集单也接了很多 所以三月营兽已经 率先创历史新高了 那股价 只要有压回赶快买 黄金交差已经出现了 所以5G的个股 反而晶圆电可以特别注意 晶圆电每年从5月到12月 每个月业绩都会持续成长 那三月都已经创历史新高之后 未来会持续一路上去 所以晶圆电5G的部分 晶圆电特别注意 那补障股的部分 电子股微软 涨幅落后 股然开始加码 开始加速 今天也大涨了7% 这都可以注意 那VHQ 去年炭10块6 平日才6、8、7、8的太短了 这起码都上100块的 所以这个盘其实有很多能够让大家赚大钱的股票 你只要掌握住 它的节奏 起管的 不要堆 赚炭大钱 高下又在地步的 从底部再出发再买 一样可以50%50% 一档慢慢来赚 晶电 今天跌了2 跌了0.8 跌了2% 这起码太高了啦 或许要叫它半仙也没 空担了1万5千 几张都在的 所以短线维持在高档 在做什么 等空单回补 空单不回补 它下来也有限 它下来也有限 旺宏 第一季财报六毛 不错 这受理不错 可是股价有点高 指标有点高 但它落下 后一波再来做 等下一波再来做 旺宏下一波 就可以注意了 因为第一季的财报 已经奠定了它今年获利的业绩 上营再补涨 可是第一季可能会亏钱 上营第一季可能会亏钱 所以不过去阶线 你一定要买基本面好的 投资起来你才会安全安心 今天被动元件目前呈现小涨 低价的比较强 高价的比较弱 大力光目前涨了3% 郁金光也涨了3% 因为昨天平盖股 苹果涨了3% 那补涨了 今天最强补涨红准 平盖股里面最弱就是这档 今天开始补涨 所以这档型完全都在走补涨股 所以你不要去追高 指数涨那么高了之后 你要居安思维 买什么 买补涨型的股票 这支要注意 开始要进入5月份的旺季了 每年5到7月都是旺季 所以这个多头才刚开始而已 这支也是 每年5到11月都是营运的旺季 你要做优先跟我锁定这些 底部刚起涨的 包含口罩 康友 大树意的康友 还有金控股那三支 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我不喜欢盖来盖去的 刚才那两档很多人也知道我在说什么股票 囤积基欧股588 我来找起5%的股票 我们到底哪里谈 我们的负转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